建峰里发电站 何为亚洲最大 亚洲最大这个概念是80年代的时候啊 丹麦荷兰不用说 它的风能资源呢 发展的比较先进 而且最早他们那个风车磨面嘛 对不对 荷兰丹麦 风车之国 风车之国应该说的是荷兰吧 几头 还有多大 29座的中巴车那么大 每一个电200万 200万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的就这都先值200万 就是200万啊 它那个夜轮是可以顺着分向转动的 比如说今天刮偏了 好的 它可以自动调节的啊 自动调节 每一台分离发电机 每天的发电量呢 是300到600千瓦时 就是300到600度 最早呢 它的装机总容量呢 是10万千瓦时 现在应该是超过什么 百分离发电站建在这里 第一啊 这里呢地势开阔 两边都是天山 可以不断的兴建 对不对 第二 常年的分向比较稳定 比较匀速 第三 有效分速 每秒超过20米的有效分速 特别好 特别好 你不一定非要说分大 分大也不一定好 分太大了 超过十几以上 完了 把我的分车都吹坏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有效分速多 什么呀 分向一致 地势开阔 所以说达坂城古地 分离发电站 现在是我们新疆 新疆来说啊 最大的一处 也是呢 分离发电的一个标杆 一个指南针 一个标杆啊 分离发电很简单啊 法拉利的电子感应原理啊 电子感应原理 在磁场中运动 会产生电流 电流汇集到电 分离发电机的底下以后呢 往前走 会有一个变电锁 会把电源电流啊 不断的汇到变电锁 从变电锁呢 再产生我们220伏的电压 送向呢 我们无容器周边 周边比如说 什么化肥厂啊 然后往前走 托个训线 一些的用电 主要靠这里 主要靠这里啊 好的 在分离发电站的 天山脚下 什么时候见的 什么时候见的 最早是80年代就开始 不断的见 八几年 八几年开始 一直见啊 一直见到现在 三次线 四次线 第二次线 三次线 我给你先点 这边不是什么 对啊 我们在查一下 对啊 要在不难 他还没有 他还没说 就死人了 他没捞 没捞了 他就在你 没捞 这一位 因为它猜 传来都知道的 你一定要 这边 还不 不要 我敢看 那这个人 对比人家 咖啥 好 好